英美的军事情报首长同台 点出中国大陆是两国共同的威胁 美国FBI局长还引述耶鲁大学近期的研究 估计西方企业因为俄乌战争损失了590亿美元 未来如果大陆犯台 企业的损失将比590亿美元更多 同时强调大陆政府透过网络 正大规模的窃取西方科技 而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则表示 西方过去普遍认为 大陆如果在经济上跟西方世界密切互动 就会自动的走上民主自由 现在看来大错特错 除此之外 英美国家也发现 大陆正密切关注俄乌战争 并从中吸取教训 试图把国家经济隔绝于欧美未来可能的经济制裁中 模拟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战争发生 如何趋吉避凶 TVB新闻王华林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